关系再好 也绝对不能够和任何人说的八件事 甚至连爸妈都不可以 否则你早晚会吃大亏 尤其是第七件事 搞不好会让你家破人亡 妻离止善 以下的内容过于的真实 会颠覆你的三观 大家好,这里是赵雨霞 订阅我的频道 让你更快达到财富自由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绝对不可以告诉好朋友的八件事 因为好朋友,也有好朋友 这些事宁愿烂在肚子里都不要说 不然还会招来不必要的是非和小人 许多年以前 古增上有一间铁匠铺 里面住着一位老铁匠 老头人坐在门内 货物摆在门外 你无论什么时候从他店前经过 都会看到他在屋内足以上躺着 身旁的一张小木桌上 放着一把不知道什么年代的紫砂壶 他每天的收入不多 只够他喝茶和吃饭 他年纪大了 也不再需要多余的东西 因此他非常的满足 一天 一个古董商人从店前经过 偶然间 看到老铁匠身旁的那把紫砂壶 古朴雅致 紫黑如墨 仔细观察之下 认定此乃清代一位名家亲手所作 商人惊喜不已 想以十万元的价格买下这把壶 老铁匠先是一惊 然后又拒绝了 因为这把壶是他爷爷留下来的 我们祖孙三代打铁时 都喝这把壶里的水 壶虽然没卖 但商人走后 老铁匠有生以来第一次失眠了 这把壶他用了近60年 并且一直认为这是把普普通通的壶 现在竟有人要以十万元的价钱买下来 过去他躺在椅子上喝水 都是闭着眼睛 把壶放在小桌上 现在只要听到响声 他就要坐起来看壶是否还安在 让他很不舒服 更让他难以容忍的是 当镇上的人知道他有一把昂贵的古董茶壶后 纷纷上门打听 还有没有其他的宝贝 有的甚至开始向他借钱 而女们也在想 分点宝贝的遗产钱财 老铁匠的生活被彻底的打乱了 当那位古董商人带着20万元现金 第二次登门的时候 老铁匠再也坐不住了 他召来一众邻居 拿起铁锤 当这众人的面把纸炸糊砸了个粉碎 不久 老铁匠的生活便回归了往日的平静 据说现在已经活过了100岁 听到这里 你可能觉得最惊心动魄的地方 莫过于老铁匠举起铁锤的那一闸 之后撒落一地的不只是一堆碎片 也不只是一罗钞票 而是无尽的欲望 贪婪和赤米 20万 一锤子就没了吗 老铁匠这么淡定的吗 不会的 面对这样的诱惑 没有人可以平平淡淡 老铁匠也动了心 但他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有钱 真相是 那位老铁匠打碎的是一把假狐 而那把真狐 他还是私底下卖给了那个商人 这样他既赚了20万 也赚了外人及子女的念头 正是因为有了这笔养老金 他才活到了100岁 多少亲戚因为钱 感情变了智 多少朋友因为钱 最后成了敌人 大家知道你有钱后可能会想来和你借点钱 你不肯借钱给他们 也会让朋友亲戚质疑你们的感情 金钱来往频繁 很可能会让原本纯洁的友谊和亲情变味 人性往往在金钱面前 吃惊不起考验的 有一个男人 他心里面一直有一个忘不掉的女人 于是他遇见人就问 我该怎么忘掉他 终于有一天 他打探出来远处山上有一座寺庙 寺庙里面有一个大师 专度凡尘俗事 男人无比激动 他立马就上餐去了 看到大师之后 他急气地将来一和经历讲了一遍 说得滔滔不绝 讲得细致入微 大师没有打断他 就坐在一旁闭着眼睛静静地听着 直到男人不再说话了 大师才睁开眼睛 叫来小通 递上茶水 看着眼前男人期待的样子 大师从怀里逃出一个小瓶子 然后缓缓地说道 池水忘情 饮后皆空 你喝吗 男人看着递来的小瓶子却犹豫了 他说 喝完就能够忘记所有烦恼吗 大师摇了摇头说道 悲欢离合皆为情 没有好的 又哪知道什么是坏的 所以事情就要忘记 男人听到这里 赶忙摇了摇头 摆摆手说 不了大师 我不想忘记 我只是不想再想他了 忘记他一个人就够了 大师笑了笑 不再理会这个男人 反而询问一旁的小童 今日可否背写经文呢 小童乖巧地连蛮回答师父 有的 徒儿每天都不敢怠慢 大师点了点头又问 那你是如何记下这些经文的 小童不晓得大师为什么会这样问自己 但还是老实地回答 多想多念 就自然记住了 那如果为师要让你忘记这些经文 你要怎么做呢 小童一直被问懵了 他想了半天才说道 我也不知道 但既然多想多念就可以记住 或许不想不念也可以忘了吧 但小童说完 大师才看向那人 师祖 你疯人就问 见人就说 与我对话也是细致入微 又哪有要忘了的意思 就连我这个小童都知道 不想不念就能够忘记 你又是在执着什么呢 在我看来 师祖并不是想忘了他 师祖只是觉得 如今的日子不如从前那般快乐 感情 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而是两情相悦的美丽 面对无缘的人 不是你坚持了 就能够改变冥冥之中注定的结局 唯有放下合成全 才能成为生命中最美的风景 说到底 不是命中注定的人 不管你多优秀 不管你付出再多 他都不会陪你到老 命中注定的人 兜兜转转 还是会相遇 会在一起 缘分自有安排 爱上一个没有缘分的人 那就学会放手吧 不要去抱怨 不要去责怪 你始终要相信 错过了无缘的人 才会迎来真正有缘的人 别着急 别担心 好好经营自己 一切都在路上 会员福利再升级 我们添加了更多不同系列的影片 全都专属于频道会员 早加入频道会员 就能比其他人早学习 现在马上点击加入吧 千万不要把自己的秘密和隐私告诉任何人 有一天乌鸦对刺猬说 你的盔甲真好 太羡慕你了 刺猬它经不起乌鸦的吹捧 忍不住对乌鸦说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其实我的铠甲不是没有弱点 当我卷起的时候 腹部有一个小眼 不能完全的卷起 如果朝那个地方吹气 我会受不了养 会把身体打开 乌鸦听后感到非常的惊讶 临别的时候 刺猬告诉乌鸦 你千万要帮我守住这个秘密 如果被狐狸知道了 那我就死定了 乌鸦信誓旦旦的说 放心吧 我怎么会做出出卖朋友的事情呢 没过多久 乌鸦落入了狐狸的爪下 就在狐狸要吃掉乌鸦的时候 乌鸦为了火命 就把刺猬的秘密告诉了狐狸 就这样狐狸放走了乌鸦 抓住了那个刺猬 所以在生活中 千万不要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任何人 你危及生命的弱点和秘密 对他人来说 可能是一个保命符 这在职场中很常见 有些人在日常交往当中 为了让友谊更进一步 会堆心自负地跟朋友聊各种事 甚至将自己的弱点告诉朋友 以这种方式换取朋友的信任 像个刺猬一样 将最柔软的腹部展露给他人 以求得爱福 当大家还是朋友的时候 可能还向安无事 要是利益有了冲突 朋友不再是朋友 这时我们展露出的弱点 就成了他们手上的利器 有一次战争中 有个士兵跟将军说 将军 前方200米有一个狙击手 但是他的枪法不准 他打了那么多枪 一个人都没打死 将军就跟他说 你都发现狙击手了 你为什么不干掉他 然后那个士兵就说 将军 你疯了吗 难道我们要让他们 换一个枪法更准的狙击手吗 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 我们要善于发现对手的弱点 但是我们不要提醒他 你永远不知道 你的朋友是否会成为你的对手 如果你把弱点都告诉其他人 你就会成为那个被人发现的狙击手 千万不要在别人面前贬低自己 否则会造成破窗效应 当一扇窗户被破坏的时候 如果没有及时修复 就会连续不断地继续被破坏 一个角落的垃圾 如果没有及时清理的话 就会借连不断地有人朝那里扔垃圾 人们常常通过贬低自己 来降低别人的期待 从而获得对方更多的认可 但却忽略了一个真相 当我们开始自贬时 反而成为了团队里面好拿捏的老好人 成为了他们的工具人 甚至是出气包 质扁不会让你升职加薪 或者人缘更好 它只会让你失去他人的尊重 以及更多欣赏你的目光 所以要好好爱自己 才是解决破窗效应的唯一方法 在古时候 有一个书生静静赶考 却招人暗算导致落榜 此时青梅竹马的恋人也离他而去 书生从此一蹶不振 美日郁郁寡欢 饮酒度日 有一天他碰见一位高生 便请教如何解脱 高生不曾多言 只让他跟着自己三天即可 三天内 高生只让他饮水 不允许他吃饭 每天让他喂马砍柴 晚上就让他睡在马棚内 三天过后 书生崩溃大哭 后悔为什么要自寻苦吃呢 高生说道 从前的你 何曾不是如此 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自寻苦吃 过往的痛苦经历 别反复提及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提到这样一句话 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真正可以对另一个人的伤痛感同身受 你万箭穿心 你痛不欲生 也仅仅是你一个人的事 当你活到一定岁数就会发现 事事果真如此 人生这场戏 孤立无缘是常态 笑 全世界与你同声笑 哭 你便独自哭 你无法要求别人去理解你的难处 你也不能奢望人人都懂你的痛苦 尽管这很残忍 但现实就是这样 就像那个令人心酸的故事 小偶只在密食的时候被树枝划伤了 伤口血流不止 但他没有好好养伤 而是不停地向别人展露自己的伤口 以寻求安慰 有的人看到后表示心疼 有的人看到后只觉得可笑 就这样 每遇到一个人 他就爬开一次伤口 久而久之 本已结佳的伤口反反复复被爬开 不仅再难愈合 还因感染差点丢了性命 作家莫言说得很对 不要以为世界上的人都在关心你的事 你是不是以为人人都在盯着你 其实 个人有个人的烦心事 没人管你这档事 别再向人诉说你的痛苦 因为20%的人并不关心 或许还有80%的人在看你的笑话 已然尘埃落定的是 每一次提起 不过是徒征悲伤而已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最难熬的日子只能独自挺过来 以往的痛苦经历唯有自愈 指望别人 不如依靠自己 等待救助 不如寻找出路 不要轻易告诉任何人你的过去 也不要因为一时的投缘 就随意的亮出底牌 所有欺负你的人 都是了解你的人 你越信任的人 伤你越深 因为他们一招就能戳中你的软肋 好消息 我将免费送出 价值199美金的YouTube赚钱精华课 给首30位小米 马上点击以下链接报名上课 有一对夫妻 男的是酒鬼 女的是赌徒 他们有两个儿子 但两人的命运截然不同 老大的事业很成功 老二却因违法进了监狱 对此 有人问老大 你为什么这么成功呢 老大说 因为我有这样的父母啊 我不努力 谁雇这个家呢 有人问老二 你为什么进了监狱呢 老二说 因为我有这样的父母啊 被他们影响了 两兄弟生活在同一个家庭 一个想着如何努力改善生活 一个却埋怨父母带坏了自己 终日不求上进 其实仔细想想 生活中老大和老二 这样的人并不是少数 同在一个时代 有的人积极向上 有的人把过错归结到他人身上 习惯抱怨 只会是一种灾难 使自己一步步走向绝境 而从不抱怨的人 才能化险为夷 美国总统林肯 在1832年遭遇失业和竞选失败后 开始创办企业 但不到一年就倒闭了 于是 在以后的17年里 他不得不为偿还债务而四处奔波 期间 他毫无怨言 继续参加1846年的国会议员竞选 最终 他成功当选了 思想 如果林肯在破产后就怨天尤人 从此一蹶不振 那等待他的将是后半生的暗淡 正如刘彤所说 抱怨身处黑暗 不如提灯前行 与其抱怨痛苦一生 不如改变自己 走出阴影 最近凭借热辣滚烫再次火遍全网的贾玲也正是如此 看似开心果的他 曾吃了很多苦 第一次考中戏和北影的表演戏时 他两个都没考上 第二年 为保险起见 他同时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的喜剧表演班 和戏剧表演班两个专业 这一次 他两个都考上了 可由于母亲口音的缘故 老师打来电话询问志愿时 不以为是选择戏剧表演班 了解情况后的贾玲没有一丝怨言 索性就说 喜剧就喜剧吧 当时的喜剧班是中戏新成立的相声班 招生少 就业率也低 毕业后的贾玲虽然考上了广播艺术团 但也入部付出 常常靠姐姐救济 最难的时候 他未躲房东 住在地下室一个月不敢开灯 出门 典张身上唯一执勤的随身厅 也只够他吃一周的饭 功夫不负有幸人 如今的贾玲 尚得了春晚 参加了综艺 已经成为了一名出色的喜剧演员和导演 你抱怨 等于你往自己的鞋子里倒水 使走路更难 不难是一回事 抱怨是另一回事 以后讲话的时候 一定要学会避秤 网友说 我有个同事怀了对双胞胎 就一直说他好烦恼 两个孩子以后怎么带之类的话 然后逢人就说 要不给你一个吧 结果生产的时候要折了一个 有朋友开玩笑说 这辈子还没坐过救护车 结果当晚就一氧化碳中毒 就真的被救护车拉去医院抢救了 初中一个同学的妈妈插秧抽水被垫死 有效举行了捐款 然后班上另一个同学说 怎么不给我也捐款啊 一个星期后 他妈妈插秧时也被垫死了 然后大家也给他捐款了 还有网友说 同事总爱说 烦死了 最后得了癌症 以前在服装厂上班 工友的手被缝纫机扎了个对穿 他对我们说 要是另一个手也扎一下就对称了 没过几天 他的另一只手真的被扎了 网红欧可爱曾经回复网友 不回贵州 要睡在海里 结果他因车祸溺水身亡 所以一定要注意避秤 不要再说丧气话了 不吉利的话不能说 因为人的命运是挂在嘴上的 你平时总说什么样的话 就会把它说成自己的命运 你看一棵树 它的叶子黄了 往往是因为根出问题了 人也是一样 你的话跟着你的命运走 气氛的时候 不能说诅咒人的话 因为你诅咒他人的时候 其实是你自己给自己种了一个恶因 后面就会有恶果 他不知道什么时间会来 反正你生命当中已经种了这个因了 后面那个果就自然会来 因为因果不虚 诅咒别人对他没有好处 对你也没有好处 并且诅咒人的话本身带着毒气 你说话的时候 口气表情拉歪自己的面目 热酒天长 自己的面目都变形了 20岁之前的容颜是父母遗传的 20岁之后的容颜是自己修行的 心灵善良 话语温柔 自己的面容也会和蔼圆顺 这是修行自己 也给自己带来好运 民间有句俗语 好的不灵 坏的灵 古人认为 文字和语言是有力量的 所以应该心存敬畏 尤其是在说话方面 更要十分的慎重 口是福祸之门 福从口入 祸从口出 乱说话就是灾祸的根源 做人不要乱说话 最近老是有不吉利想法的朋友 在留言区留言破 代表从现在起 这些不吉利的强法 和以前说过不吉利的话 全部作废了 配配配 以前有个老板喜欢实话实说 伤害了好多人 这次他在大城市买了大别墅 但没有发朋友圈 就在一夜之间 他成熟了 因为三年前的时候 他在村里喝多了 说一年赚了一千万 小意思 半年后 他家鱼塘里的鱼 全部被别人吓药弄死 没有路灯的地方 夜里游荡的全是牲口 人性中最大的恶 就是见不得别人 比他自己过得好 尤其是当初混得 还没自己好的那个人 杜阳说 别晒甜蜜 别晒发达 也别晒成功 物理学常识告诉我们 晒总会失去水分 冷藏才是保鲜的最好方式 渐渐你会明白 生活是自己的 与他人无关 高层次的人都在收敛锋芒 低层次的人才会炫耀 如果你的快乐分享错了人 那就成了显摆 朋友不及格 我难过 朋友考第一 我更难过 我希望你好 那不希望你比我好 现实中 大部分人可以容忍陌生人的发迹 但绝不能容忍身边人的晋升 就好像乞丐不会嫉妒百万富翁 但他一定会嫉妒比他收入高的乞丐 够得着的叫嫉妒 够不着的叫羡慕 你能做的就是拉开差距 恶意小说中讲了一个深入人心的故事 爷爷口修和日高 从小就是同学 也是关系要好的朋友 他们住在同一条街道 上学时 爷爷口修经常被霸凌欺负 而日高则一直守护在他身边 中学毕业后 两人各自奔向人生的转折点 再也没有交集 很多年过去了 两人重逢 日高成为著名作家 但爷爷口修却过得不如意 爷爷口修在得知日高的情况后 恨意在心里生根发芽 尽管日高帮他找了新工作 他还是难免嫉妒和怨恨 他一边心安理得接受日高的帮助 一边开始策划 最终杀了热膏 故事的最后 东野归舞到处那些善妒之人的心声 我就是恨你 恨你抢先实现了我的理想 恨你优越的生活 我也恨我自己的懦弱 恨我自己运气不够 能力不够 我把对自己的恨一并给你 全部用来恨你 没有人真正希望你过得好 除了你的父母亲人 而极少数朋友 世上因为你过得好而开心的人 永远是极少数 对于更多人来说 打听你的事 只是为了确定你过得比他们差 王志文在天道中有这样一句台词 人家学会藏两样东西 一是心事 二是本事 有位网友分享说 半年前我隔壁部门 新来了一位女士 30岁左右 跟她几次共事下来 我觉得她就是一个挺温柔的 那种小女人的感觉 但是她做了一件傻事 入职没多久 她就把她这个李过婚 然后再嫁了一个打她15岁男人的这个事情 跟同事A说了 她以为同事A会替她保守秘密 但是结果显然并不是这样 因为这件事情 公司的同事上下都对她有些看法 说的多过分 多难听的都有 也是因为这件事情 导致领导对她的工作能力 产生了一些怀疑 上一个周末 我听说她已经递了辞职报告了 我觉得她可能一直到离职 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待在什么事情上 你身边经常会有很多人 有的时候他们会好像是很关心地问 你最近有什么烦心事吗 或者说 最近过得怎么样啊 这时候你一听 你觉得她好关心我 你就什么都跟人家说了 你可能就掉进陷阱中了 不乱说自己的私事 其实是一个成年人必备的一个修为 读话说得好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在幸福的家庭 也有不和谐的时候 在恩爱的夫妻 也有吵架半嘴的时候 家丑不可外扬 你什么事情都跟别人说了 人家表面会劝劝你 同情你 但并不能帮你解决实质性的问题 事后还会把你家里的事情到处去宣扬 当成茶余饭后的画饼 到时候 教化你们的人越来越多了 你们的路就会在无形之中慢慢地变窄 你要记住 没有一个家庭是不吵架的 过日子就是不断地磨合与不断地包容 千万不要有一点事情就去跟别人讲 很多人最爱听的就是别人的嫁丑 他们绝对不是真心地想帮助你 安慰你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有些人转身就会把你家的丑事 传播出去 有人曾说过 家是唯一不需要理由就可以回去的地方 是让你觉得不管变成什么样都能接纳自己的地方 在这个世上 一个有爱的家庭 不仅能让身体得到依靠 也能让心灵得到休息 想要把家庭经营的和睦美满 离不开沟通 陪伴 而理解 沟通是建立良好关系的基础 是促进人与人之间感情进一步融洽的润滑剂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 缺乏有效的沟通 只能让彼此的隔阂越来越大 有位心理学家说 重要的不是发生了什么 而是对方是怎么感受的 要永远记住 沟通在亲密关系中是最重要的 家里有问题 不是要到处吐路 而是要坐下来沟通 外人是无法帮助你的 而你也只是过过嘴瘾 反而对方心里还会笑话你 一个家庭最好的风水是 大事善良 小事原谅 不争对错 不翻旧账 感谢加入会员的小米们 还没加入的 马上点击加入频道会员 观看会员专属影片